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日印发了上海自贸区所谓制度型开放方案 此前北京也抛出服务业扩大开放方案2.0版 陆媒称为大尺度开放 对此分析人士认为 北京上海极寒开放体现了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崩溃状态 中共正试图寻找喘息之机 而这些所谓的开放政策早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后期 就应该完全落实 根本不值得吹嘘为大尺度开放 综合报道 党媒12月7日消息称 中共国务院日前印发号称 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上海自贸区的 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 涉及7个方面80条措施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涉及跨境投融资 支持跨国公司设立资金管理中心 鼓励金融机构和支持服务提供者率先推出电子支付系统国际先进标准 在国家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 允许金融机构向境外传输日常经营所需的数据等等 上海自贸区2013年9月29日挂牌成立 北京曾宣称研究试点在进一步扩大开放 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不过到2015年4月27日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讲话中承认 上海自贸区先发优势不在 该区成为外界诟病的中共烂尾项目之一 对于当局释出金融数据出进新规 前大陆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合规官梁绍华分析指出 中共近年实施了数据安全法 还修订反间谍法 都是用来严控数据的 要把所有的数据留在中国境内 谁让数据出进就得承担责任 在实际操作中 官员审批非常谨慎 实际上可能还是没法出进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指出 中共当局在政治上越来越收紧控制 把所谓的政权安全放在第一位 只要有这一条其他的都没有意义 对外来企业来说 一个反间谍法基本上就把大家都吓回去了 在上海抛出新政策之前 11月下旬 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方案2.0版货批 涉及金融数字经济等领域 这被陆媒称为北京启动大尺度开放 蔡慎坤认为 本来在20多年前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 北京就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要完全放开 特别是金融服务业 但到现在为止还是由爆皮吧半遮面 梁尚华表示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崩溃状态 需要打一个强心针去刺激 现在习近平必须认怂 来美国是好 国内宣传暂时不反美 粉红也不去叫嚣了 战狼也不出来叫了 但它是一个暂时的措施 一旦缓过气 会重新回到强硬的反美反为民 蔡胜坤在社交平台推特分析指出 北京上海突然大尺度开放 释放何种信号 是轩晃一枪还是前驴技穷 其实这些所谓的开放政策 早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后期 就应该完全落实 况且现在出台的政策并没有什么新意 甚至比2013年18大三中全会出台的政策 还相差太远 上海自贸区搞了多年都是雷声大 雨点小 在经历去年惨酷的封城之后 外资外商纷纷逃离 现在突然说要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御用学者郑永年解读称 中共国单边开放是破解美国围堵政策最好的武器 殊不知西方发达国家 在北京入市之初 就对华敞开了市场大门 现在中共国依然只是开了一丝门缝 竟然被郑永年吹嘘为单边开放 这种单边开放不仅破解不了产业链转移 留不住外资外商 更无法恢复国际社会对中共当局的基本信任 就在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进入关键阶段之际 中共也加快了干扰大选的节奏 根据台湾内部情报 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据悉于12月初在北京召开一场 分配对台借选任务的工作会议 指示统战部跟解放军等单位化整为零 介入台湾选举 而威胁对台动武的核战抉择论 仍将是选前对台认知作战的主轴 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表示 中共试图用武力威吓影响民主意志 建立亲中政权 在野党还跟着起舞 种种手段激烈 让美国总统拜登都不得不出手 路透社引用台湾情报部门的消息说 中共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 召集了这次部委级会议 中共相关部门清朝参加 包括中宣部 国家安全部 国防部和国台办等机关的高级别人员 据中央社报道 王沪宁亲自主持12月初的这次对台工作会议 这并不是一次例行会议 而是针对国际情势与台湾内部正情变化 而特别召开的所谓扩大会议 王沪宁还下达了最新指示 王沪宁要求再介入台湾总统大选操作方面 将从由上而下 系统性大规模的方式 全面改为化整为零的态势 而台湾总结的有关中共会议的内部备忘录显示 这次会议的重点是 确保台湾选举各项工作的有效性和协调性 台湾内部的安全报告说 中共主要的工作分工为 在带动公共舆论方面 中宣部通过旗下网信办 以及多家对台媒体系统的福州311基地等 诱导台湾选民 在基层方面则由国台办统战部负责在台湾基层诱拉 例如选择统战对象交流 针对性提供优惠旅游 为台商提供返台折扣机票等 而整个工作的重点是 避免大规模活动 不能让国际社会找到中共介入选举的实质证据 此前中共还被指在台湾撮合蓝白河 幻想让国民党和民众党整合以打败民进党 但是后来蓝白河意外破局 让中共白费心机 孩子砸脚 对中共当局借选手段评传 中央社8日报道 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当天接受台媒专访 谈及选战过程旅背对手形容为两岸引战者看法 赖清德表示台湾没有任何政党或任何人是引战者 实际上中共始终意图并吞台湾 现今国际社会也一致认为破坏两岸现状的是中共 赖清德指出 中共如往常般介入台湾选举 使用包含武力威吓将选战定位为和平跟战争的选择 试图用武力威吓影响民众意志 建立亲中政权 在野党还根治起舞 种种激烈手段让美国总统拜登必须在与习近平会面时 直接提醒其应尊重台湾民众意志 赖清德表示 如果台湾民众每次投票都要接受中共的指指点点 台湾民主精神将荡然无存 也枉费前人牺牲奉献才迎来的民主时刻 希望民众别因外来武力干预 认知作战等营销选择 应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决定 12月8日 由于目的对中共国信用评级的负面展望 以及喜忧参半的贸易数据打击了脆弱的信息 人民币对美元走弱 恐结束连续上涨势头 分析人士预计 由于有迹象显示 人民币自11月中旬以来的大幅反弹正在消退 北京方面将利用各种工具 防止人民币在年底前迅速贬值 亚洲市场12月8日在按人民币对美元最终收盘报7.1607 较上亿交易日下跌94点 周跌幅将达到0.48% 为三个月来最大跌幅 马来西亚银行8日表示 人民币情绪依然相当脆弱 尤其是在目的本周 将北京信贷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之后 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的前景依然是脆弱的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11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长0.5% 为六个月来首次增长 但进口下降0.6% 低于3.3%的增长预期 瑞银投资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涛旺表示 中国依然缺少整体外部需求势头的强劲反弹 尽管人民币在11月对疲软的美元升值超过2.5% 展望未来 利差美元收益率和美元指数的动态仍可能带来波动 预计到24年底 人民币汇率将在7.15左右波动 中共央行将使用各种工具防止人民币进一步贬值 远远超过7.3% 美国之音分析指出 目的下调中共政府信用评级的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人民币汇率在官方的竭力支撑下避免了大幅度下跌 但是这种互盘难以持续 北京当局与空投市场的博弈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本周的周二和周三 中共大型国有银行持续加大抛售美元的力度 以稳定人民币的汇率 中共央行最近几个月使用各种工具阻止人民币贬值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未能减缓资金外流的压力 文显示表示 目的还可能会进一步下调中共主权战务评级 继续下调 无疑将会影响到人民币的汇率 降低投资人对风险的承受度 路透社引用杭州龙涛资产管理公司创始人袁玉伟的话说 这是一场金融战 目的的行动将触发外资抛售中国资产 还会推高中国的融资成本 还有可能导致资产质量恶化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